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没有和妮妮发生任何肢体的接触 我们可以推测 景博然很有可能 妮妮是一个 一个故事当中 闺蜜变男幼 景博然 妮妮取向成迷 房间一直都在传景博然 跟傅欣博当年分手 是因为弹弹弹的另外一个狠直 妮妮一直都和 有绯闻啊 可靠上席称 他们两个刚跟 妮妮就跟冯绍峰分手了 佳晨宇 邓紫棋蜜脸宝光 温柔摸头沙背后 是利用练琴操作 还是真情是人 邓紫棋本人当然知道 这些都是炒作 虽然不是她的鬼点子 不过她没有拒绝 所以有负面 其实也怪不得别人啊 太阳狮子队的邓紫棋 对感情感爱的 和王者分放 在看华语语 太阳水瓶座 旧外星花样 他俩在一起 素费只做本 正爱无价 炒作有马 时尚最不可能情侣 可信程度大调查 究竟是你情我怨 还是炒作无下险 哈喽 爸爸们好 本栏目是由 好想好想和你谈恋爱 和八卦监定处所所长 被您清净呈现 人称不八卦会死 真爱小侦探 先是五里花花 谈了一个八杆子 打不着的皮肤小公爵 接着 金宝又把自己的好朋友 变成了女朋友 这种听起来 掺甲程度高达101% 应该上3.5打假头条的消息 确定不是在逗宝宝我玩吗 想知道两对CP 到底是男敌真爱 还是用爱炒作 拉近所长八卦的小手 扒开谜底 朝前走 见地时间一 闺蜜变男幼 金宝然妮妮性取向遗云 天叫缝上缝 爱上一条鱼 后叫中国好EX 妮妮也就跟金宝然同居了 感情大明星谈恋爱 都跟卖白菜似的 前男幼随手找了个女的 自己也就立马 随手抓了个男的 按理说 金宝和妮妮的匹配程度 却是高达90分 然而 房间流传的阴谋论 却一抓一大把 真的是够了我听讲 我们记者一边写稿 一边吐槽 那个假恋爱们 还搞这么多事 烦不烦一样一天 不过两个人都是单身 你想啊 又在同一家公司 目前呢 都出于新闻的空白期 又没啥作品和宣传点 真的那么巧就 错成了一对吗 反正我们当然都不信 然后很多记者都在那边说 那个 这肯定又是一对 那个合约情侣 跟佛少峰当时 没什么区别 啊啊 所长帮宝宝们查了啥 两人被吐槽 假恋期的原因 又三点 一是偷拍角度太惊悚 就在妮妮景不然的正背后 感情狗菜宝宝们 都是自带隐形特效 二是 偷拍节点太巧合 景不然妮妮 居然爬楼梯被拍 哎 你们楼里的电梯去哪里了 三是 双方精致人 一反常态的直白 非但不保持剑末 还在第一时间 主动承认恋情 如此巧合 禁不住让人感慨 我怀疑你这里有问题 妮妮先开门 景不然在她身后 有一个辅助的 推门的动作 进门之后 景不然也有一个 辅助的一个关门的动作 整个的过程当中 显得小心翼翼 并没有和妮妮 发生任何肢体的接触 我们可以推测 两个人很可能是 处于恋爱的初期 与其说 这两人后知后觉的真爱 令人意外 不如说 围绕两人多年的兴趣 向妮妮更值得 让人一探中进 大家会怀疑 这次捆绑炒作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妮妮和景不然 都有被传过性向问题 景不然和父亲博祖 Bobo组合的时候 有关于他的同性传闻 就没有停过 那之前还有一个说法是 一个像另外一个示爱 结果对方不接受 最后才死逼了 但就我所知 两人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啦 据说父亲博能进华 也是因为 景宝跟公司提出要求 说要带着好兄弟一起 可是后来两个人 人气都很高 粉丝也闹得很厉害 然后两个人 矛盾开始不断啊 发展方向也不同 然后最后才是分道两标 妮妮当时跟 参加节目 GDP感觉爆棚 也传过两个人在一起了 虽然这些都是坊间的消息 我了个妈妈呀 作为从小学开始 就是上线队员的 三观正出天际的本宝宝 真的不愿意 相信这些花边八卦了啦 景宝人参加好男儿 从上海出道 很多上海的公关和宣传 都跟他很熟悉的 聚餐的爆料说 景宝人的取消是很正常的 小景因为家庭成长 环境的原因 确实性格敏感 那个时候看上去比较柔弱 也爱撒娇 至于你一个 据说就是关于女儿 他可忍算不如天算 所长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阴谋论却赖得太快 就像龙泉风 避乱了笨帅的双眼 身边的人都在猜 他俩是一对捆绑的CP 我觉得妮妮跟景宝人 这么快速的恋爱 肯定是为了 给冯上风风凌云 那一对点颜色看看 妮妮这几年 可一直朝着 那个封面女王的方向发展 拍过很多一线的杂志封面 结果林允一根 冯上风谈恋爱 人气就大涨 也拍了很多杂志封面 妮妮一看 势头不对 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 必须得想办法 搏头淘汰行 刚好景宝人也在 宣传空荡期 一直也没女朋友 对阿仁又是一个公司 合计合计这样也挺好 所以才凑成一对捆绑CP 结果妮妮确实返回一局 难道大明星们的恋爱观 都是这样子的吗 还能不能有点 小金星的真爱论文 到底恋情是真是假 拖败之王朱伟可给了定论 不要说这些 无聊的怀疑和揣测 冷冷啊够的去年 无理情报就其实透露过 喜欢妮妮的想法了 从我的角度 如果说谈恋爱的话 我会选住妮妮 因为妮妮就是那种 就是很美很性感的那种 她有一个特别明显的 咬牙说话的动作 这就是一个强调式的一种动作 而且后面我们观察 她的这个首饰 实际上是在模拟妮妮的身材 如果说景波然有这样的一种想象 我们就可以去推测 她对妮妮有非常强烈的好感 就连跟犀利毒蛇精心聊天时 金宝一曾谈言 喜欢有气质的女生 挑女朋友的话 是看脸蛋的还是看身材的 气质 对 因为我觉得妮妮就是那种 属于气质很好的 对对对对 整体的气质非常棒的那种 原本以为 两人的恋情已经八九不离十 完全可以排出世俗纷扰 猜测嫉妒了 所长却突然又再受到新的爆料 也是很精彩哦 就是那个前两天嘛 奉行有一个大餐呢 这个大餐它就是当年一首 捧红景波然的那个 然后我们就抛他话嘛 他说只是听说之前 好 两人就在一块了 我们听下来觉得这个 两人在这可行度应该还挺高的 狮子座的妮妮 遇见白羊界的景波然 双双热入火象星座 一代来电速度指数百分之百倍 万万没想到 如此没有CP感的两人 竟然还真的在一起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宝宝们还是含着泪送祝福吧 见面结果 妮妮景博然真爱指数 三心半 取向怡云烟消云散 真爱当头 闺蜜也能变男友 见面之间二 花花历人女友大公开 邓子齐如何尚被成正宫 一个不小心 邓子齐和华晨宇的蜜脸 突然曝光 两家重宝宝的眼 今年二月六号 邓子齐在北京经常 被拍到手提蛋糕的样子 随后 更亲自来到华晨宇家 由此两人恋情做事 一个是乖巧带梦的小心肉 一个是浪荡不羁 爱自由的皮革少女 拜托 他们真的不配好吗 华晨宇伸手去摸邓子齐的头 这样的一个动作 往往是代表了一种 掌控和爱意 邓子齐没有任何的躲闪 她是静静地接受这种爱抚 由此可以推测 两个人可能已经谈恋爱 有一段时间了 二月七号呢 不是大批媒体都拍到了 那个邓子齐和华晨宇谈恋爱吗 很多人都说两个人是那个 2015年10月份谈在一起的 其实据我所知 两个人的时间其实还要再早一点 大概是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 那个湖南卫视办跨年晚会 然后邓子齐还有那个华晨宇 都是嘉宾 两个人呢 据说在后台就已经认识了 然后就一直都有联系 然后后来到那个2015年4月份 到那个音乐风云榜的一个现场 两个人就在台上 表得可开心了 然后再然后呢 就到了2015年年底 芒果办那个跨年晚会 巧了 两个人又都是那个嘉宾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已经在热恋了 但是确实是公司一直压展 没有给出爆料出来 泛泛邓子齐的人生履历 负面消息从未间断 然而邓子齐到底是不是 运用恋情来炒作自己 所长远在香港的好机友又话说 邓子齐本人其实还好啦 不过他今天团队真的超爱炒作 之前跟张智杰传绯闻 是因为自己其实参加完 《我是歌手》之后呢 就是想要延续新闻热度 跟机械前吵绯闻 是因为团队想要 把他打造成国际范入线的 邓子齐本人当然知道 这些都是炒作 虽然不是他的鬼点子 不过他没有拒绝 所以有负面 其实也怪不得别人呢 善安 让人到底是不是真爱呢 其实 所长已经霸出了蛛丝马迹 邓子齐喜欢的男生 可是主动性的哟 我谈恋爱的模式就是 我必须要让对方 让我感觉到我被爱 我送他一个礼物 他没有给我回应 我就会觉得你不珍惜我 首先有一个抠手指的动作 这是一个紧张性的动作 说明他很有可能 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 而且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马上是一个双手摊开 这是一个自我表白式的动作 然后马上又收回来 这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动作 说明他的爱情观当中 他需要对方来肯定他 才能感到自身存在的架势 宝宝们发现了没 乌里花花在邓子齐面前 可是主动地献出过摸头杀 那甜妮妮的宠爱 你们说是不是 郑重邓妹妹的下怀呢 曾经跟华晨宇谈过恋爱的 某女生的好机友亲自爆料说 乌里花花可是超重一姐姐管理哦 就是我那个朋友呢 他就是属于看上去非常成熟的那种 虽然他跟我们同龄 就是可能差不多92年93年 但是他看上去就是像是 27、8岁的样子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一起过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 花花的品味 就是比较喜欢成熟的大女人的类型 因为你看之前不是也 那么这一次比华晨宇小一岁的皮哭小公爵 到底靠什么征服了火星花花呢 我不会限制他任何一种 任何一个类型 就是他不一定非要很乖或怎样 也可以很野性或者怎么样 或者很性的那种 但他一定要简单一定要弃掉 我个人稍微偏喜欢长刀发音 这三个标准与邓子齐实际上是基本是吻合的 他说到要简单低调的时候 后面马上紧跟着两个对对 这是一个自我强调式的说法 当他说到要选择长头或者姑娘的时候 他马上有一个笑着身体向后仰的动作 这是一个典型的逃离反应 他讲到了真话感到有一些尴尬 大家发现了萌摇 邓子齐正好是长头吧 小时候个性也很派你 参加我歌时又很性感 是不是全都符合花花的要求呢 邓子齐嘛 其实私下性格都还挺炸炸炸炸的 但是这个邓子齐在音乐方面 其实还是特别有追求的 所以特别喜欢这个有才华的人 华丞宇呢 其实年轻嘛 还是很叛逆的 刚好那邓子齐呢 也不是那种想中小女生要小鸟一人 好像后来华丞宇还说过 就是跟邓子齐在一块好像还挺创终的 也没有什么那个压力 邓子齐玩的是欧美音乐法的地域 华丞宇刚好是另类的创作法 男人的瘦肉群体虽然重合但不冲突 从自然上刚好是互不去 目前发展都还不错 在一起呢 刚好内地香港的 下去的好事 这事呢 本身炒作的意义并不大 所以啦 不是一直没人爱 而是对的人一直没出现 虽然都是90后 但华丸和邓子齐如果能走到以后 说不定还能催生出更多特别的音乐作品 想想啊 这谁都好期待呢 太阳诗子座的邓子齐追感情感爱感恨 亡者分散 再看华丞宇 太阳水瓶座就爱新花样 太阳在一起 作品指数百分之三十 见的结果 华丞宇邓子齐真爱指数四颗星 子齐尚未有绝招 派你花花更爱独立大女人 其说热脸之中冷暖自知 但一人也是人 谈上恋爱不容易 大家多包容一些并没有错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 记得关注本帅所长大人 和二表弟的微博 下周再见 默默的 感谢本期所长原型 微表情专家季宇 我这期间认识女孩还挺少的 因为我很少学校 我身边接触的大部分都是男孩 也没什么人跑过来找我讲话 女孩 新书 收到过 但是是小学的时候 我这期间就会很长的 你怎么会帮忙 你这么多人 我先帮忙